老花姨每日一打 回来一下厕宝的样子问题 爹厕宝说你看夏儿莲叶子蔫了还掉咋办 太长了 为啥你咋理解 他就光长上面不长根 他的根很弱 所以说他一直跟话们说 长别长得再长了 最多长了三五个节 你就给他捡了 捡了拧下来还能牵插 就这样一拧 叶子就能拧下来就能牵插 这个老的这个 他也扛不住啊 比方说我大舅子 有八十个儿子 八十个儿子 他都当爷儿了 但是一家人都光啃他 你说他能受得了吗 哎哎哎 盖他这个点啊 臭宝 拧啊拧啊拧 该施肥的得施肥 下个臭宝救命救命救命 咋啦咋啦咋啦 这不就水大缺光通风叉吗 这种花喜欢大阳光大水大肥 没有大阳光不要养自如了 我说的 别骂我 就这么个事 这个花手就阳光不足啊 你只要光照给足了 其实水肥跟上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说白了就缺光 怎么解决 解决方案就是你这个花盆还不透水 先给足光照 这个花盆能换个透气的 排水透气的 让我们大棚里边一直跟花盆说 不论是用什么样的花盆去养啊 我们都是要保证排水透气 排水透气 懂得个点吗 下个臭宝 观众你很久了 白了 白了怎么了 新老一耳干枯 拍个近景看一下嘛 太远了 看得模模模模模 这个就缺水缺肥啊臭宝 可以跟上水肥 可以跟上水肥了 这位花友 好吧 就是缺水缺肥 别的没啥 该撕肥了 下个臭宝说 这绿植生病了麻烦给看一看 减一减 打药打药 先打药先打药 不着急 这个就是那种 霉斑病啊 白粉病的前兆看着像 得打药的话有 主要原因还是缺肥 根本原因呢 它是因为缺肥而导致的抵抗力变差 该吃肥了 你像家里边养绿植 你尤其是幸福树啊 这些个东西打野产之类的 一直跟花盆说 你五一前后的最好是能给它减一减 让它重新 焕发一下 你跟北方不一样 北方呢都到了冬天 就很多的植物就重新洗牌了 就会 第二年长新叶子 你在这里一长好几年的叶子 时间长了也不行啊 得换了哈 明白了吗 修剪 撕肥 打药 下个臭宝的月季 艾莎每年就开一次 不光艾莎 龙莎还一年就开一次呢 有些个品种就那样 懂就行啊 不要听有人说 四季龙莎 宝石 如果说你光照水肥啥的都不缺啊 就是因为品种的问题了 下个臭宝你看看这个桂花咋的了 水大敲光通风沙 你给它埋到地下不治而遇 你现在要整 现在要整就只有换盆 换盆换个拍摄突起的花盆 加强光照 打药 撕肥 半个月之后 得一个月之后再撕肥 先 打药换盆 好了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千万云青可以视频上留言 另外呢天气还是比较热的 一早一晚还有点冷 注意身体 我是老花一 雅花就等一 白来错吧 嗨 嘿嘿 嘿嘿